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想起来 当时在军营里面 每天朝夕相对 也没什么特别的感受 可是现在 她离开了 总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位很重要的朋友 那种折腾是很难受的 这种折腾是什么滋味 娘亲也感受过 娘亲劝你抛掉这种折腾 别陷入情网 大阴几万个男儿 难道就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吗 娘 你要女儿说真心话吗 女儿一个都看不上 看来是非要找回朱元璋补课了 行行好吧 别吵了 别闹了 老爷 我们家老爷今天大发善心 要向你们布施都给我听好了 轮流向我们家老爷说句吉祥话吧 我先说 公主你们家老爷长命百岁 福寿双全 谢谢 谢谢 恭喜你们家老爷大发横踩 谢谢 你去 你这要饭的 还给我脸色看 你就说几句好话 说 要不这样 我先说 不不 我今天偏要他说 我管家当了这么久 还没见过他这样的要饭的 说点好话吧 他妈 喂 你们怎么随便打人 老子大哥要饭的 管你屁事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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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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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大哥 你觉得怎么样 大哥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大哥 你不要吓我 大哥 我是军宝 你不记得了吗 不行 我带你去看大夫 好 这位兄台 请问附近哪里有大夫 大夫倒没有 大哥 不过汤丸散高之类的 军宝 怎么会是你 刘先生 你在这太好了 快帮我大哥看看 看看他到底怎么了 这不是元璋吗 看来他是有病啊 是啊 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昏倒了 好不容易才把他救醒 可是醒了之后 他连熟人都不认识了 看来真是病得不轻啊 快帮他看看吧 好 我帮他看看 怎么样 看来他 看来他的病 病不简单 我医师也说不准 不过这样吧 你带他到寒舍一行 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 莫非你家有灵丹妙药啊 何止灵丹妙药 告诉你啊 施乐国师就住在寒舍 他的医术比我高出千倍百倍呢 原来施乐国师也在这里 那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啊 大哥你有救了 我们快走吧 来 走 刘先生 要不是你带路的话 我们恐怕走不出 这奇妙的石头镇啊 果然逃不过军包你的法衣 不瞒你说啊 这是施乐前辈 仿照诸葛武侯八镇图 所布置的牧师奇镇 哦 如果不懂五星八卦者 恐怕会寸步难行的 诶 施乐前辈布下这奇镇 有什么用意啊 施乐前辈呼风唤雨的日子 已征过去 炫烂贵于平淡 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作为教徒三空 还需施施防患 有人来寻他晦气 这真是个高人 他身谋远虑 我太敬佩他了 不用说那么多了 我们走吧 来 来 来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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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尸体的面目已经难以辨认 有几个与朱元璋相似的 属下已经吩咐下去好好安葬他们 大小姐你就别过去了 你让开 大小姐 你让开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如果朱总兵死了 就没有人会抢你的风采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你 我不相信他会死 我偏不信 大小姐 大小姐 自打我来到郭将军的军营里 我们一起练枪 一起练剑 同生共死 难道 难道 难道我还比不上一个朱元璋吗 朱元璋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啊 你不是答应过我 会开心而归的吗 你不能死 我不会让你死的 你回来 远章 师父 您看我带谁过来了 施乐国师 还记得我们吗 原来是军宝元璋 两位老弟 就为了国师 您好吗 军宝老弟太客气了 老夫穷途末路 自身难保 那是国师啊 国师当年叱咤风云 万众瞩目 如今是新出是非外 祭祠荣辱中 已经是人生的另外一个境界啊 说得好 是非荣辱 老夫 巨王矣 不如时时一杯酒 来 你我都来服役大白 好 来 多谢 元璋老弟 我兄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世世代代疯疯癫癫的 真令我担心啊 对啊 师父 快给元璋看看病吧 拿针去 好 师父 大哥 快给他杯 温酒喝 来 大哥 大哥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军宝啊 大哥 怎么会这样啊 你们稍安勿躁 他只是中了风邪 又或是受到极度的刺激 加以时日定会康复的 国师 是不是还要给他吃点什么药啊 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 天上浮云似白衣 思绪改变如苍狗 想当年老夫在朝为官 元璋老弟 是朝廷通缉的侵犯 如今老夫一介不一 却在这里为他治病 这命运 这世界 你们说 是不是很奇妙啊 这军事们的事你得给我说说 这 女儿向副帅请安 女儿来了 苏忠见过大小姐 怎么又是你 军营里放着那么多大事 你不去做 怎么有闲情来帅府喝茶啊 我的好女儿啊 苏忠也是有事来禀报的嘛 对 是 那好 有什么紧急军情 你也报上来给我听听吧 这个 你看这个刁蛮的公主啊 我的女儿也不是个省右的灯 来 你有什么事 当着她的面说吧 这 说 有什么话就快点说 别吞吞吐吐的 我好点 猪杀苏忠也是为着大小姐着想 既然朱元璋已经辩寻不惑 也许尸骨无存 也许死无藏身之地 那为何还要苦苦耽误大小姐的春花秋月 不如 不如 不如什么 你快点说 不如另行选配成龙佳叙 谁是成龙佳叙 若蒙不弃 苏忠愿长相伴随 生死与共定不负大小姐 没可能 大小姐 苏忠对大小姐早就非常爱慕 而且忠心耿耿 绝无二心 你听清楚我说的没有 我说没可能就是没可能 以后你连想都不用想 女儿 女儿啊 女儿 大小姐弟是未能忘怀那死 我苏忠不杀朱元璋 誓不为人 前辈 你看 前辈 我看我大哥这个样子真的很心痛 我看你不必过分担忧 多谢前辈安慰 可是 君宝 师父所说的肯定有他的道理 你不用过分担心了 还是伯温明亮老夫的心意 前辈 前辈 晚辈还是不明白 俗语所谓的魂不附体 这是元神的短暂偏离 定会尽早康复 安度此关 可是我看我大哥这个样子 又怎么放得下心呢 君宝老弟 老夫致你向来高益 有救人心切 这样吧 如你能在他的卧榻之旁 多番送念 念经祈福 或许可以帮他 尽早痊愈 尽快恢复元神 真的吗 那需要多长时间呢 那就不好说了 所谓京城所至 今时未开 君宝 你尽管尝试 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好 那我这就开始 为大哥诵经祈福 父皇无门 为人自诏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 是道则进 非道则退 不履邪经不弃暗事 既得立功辞心余务 忠孝有替 正解化人 经过许寡敬老怀佑 扶心起于善 善遂未畏 善遂未畏而疾身随之 我心起于善 善遂未畏而疾身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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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起于善 我心起于善 君宝 已经三天三夜 已经三天三夜 不眠不休 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 一直在念经 他对义兄之情 实在是难得呀 要是这样下去 我怕他会累坏 不 你不要去 他挺得住 可 你放心吧 师兄 别再跟着我 师妹 难道你真的要去找那个张君宝吗 我的事不要你管 好 就算是我放你走 可师父他会答应吗 别拿师父来压我 我自己的事知道该怎么做 走啊 师妹 师父来了 看来我是走不了了 师父 师妹只是一时糊涂 还请师父原谅 亏你师兄还替你求情 师父 突然知错了 抬起头来 你真心知错了吗 是 你说谎 师父 师妹是被那个张君宝迷惑 真正罪该万死的 是那个张君宝 霍郎说的没错 张君宝那小子骗了我 也骗了血英 的确罪该万死 师父 你今天死罪可免 但活罪难逃 师父 这是 这是五毒散 负毒者每隔五个时辰 就会头痛欲裂 我这么做 也是怕血英一错再错 你放心 等咱们解决了张君宝那小子 自然会回来替他解毒的 是 血英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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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哪儿去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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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军宝 军宝 你醒醒 大哥 你记起我来了 太好了 好什么 好就是好 我们回去吧 回哪里去 刘先生的家 我们现在住在他家里 走 来 师父 他们抓起来 牧师起阵 什么是牧师起阵 快走 快走 这就是牧师起阵 你知道怎么走吗 刘先生带我们走过一次 我怎么没有印象 当时你的元神还没回来 快 来 军宝他们呢 一大早 他们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石烂前辈 石烂前辈 不好了 赤兵烈和火狼追上门来了 他们从哪条路回来的 我们过意引他们 从牧师起阵那条路走过来的 把他们困在牧师起阵也好 不行 赤兵烈非等闲之辈 他一定会明白其中的奥妙走出来的 师父 师父 不对啊 这条路我们好像走过 什么 他们就两个人 我们人多 不怕他 是啊 此言错语 老夫一是废人 你们三个是对付不了赤兵烈的 师父 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夫早就算到今天会有此一劫 老夫三个月之前叫你挖好的地道通向田野 可以用上了 地道 地道在什么地方 伯温 带他们去 师父 那你呢 我给你们电后 不 要阻大家一起走 是啊 石烂前辈 别说了 你放心 我会有办法对付赤兵烈的 难道师父 想出什么奇谋妙计了吗 你这么一说 倒是提醒了我 这是百战齐略与齐门顿讲 这两部天下奇书 伯温 韦师今天就传给你了 师父 现在不忙这个 我们一起走吧 听韦师的话 今天不给 一会儿 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你们好好听我说 老夫已是废人 我不能在这生死关头 连累你们 师父 我来飞你 前辈 前辈 你就不要再固执了 前辈 挺为是的话 老夫已经老了 老夫的英雄锐气 已经让岁月消磨得一干二净 而你们三人 正是英雄出自少年 长江后浪滚滚向前 正是龙腾四海之时 老夫不能成为你们的拖累 不然有为天意 师父 跟 跟我一起走吧 好好珍惜自己 你们几个都是有为之人 将来还有很多的大事业 等着你们去闯呢 我问呀 好好辅佐 你的元璋兄弟成就大业 解百姓于道玄哪 师父 十乐前辈 老夫知道自己时辰已到 天命难违呀 你们还是快走吧 不然老夫就要生气了 十乐前辈 我们欠你的 来生再报 快走 我问 师父 快走吧 快走 师父 走吧 我们走 要不然就辜负了十乐前辈的一片苦心了 师父 走 快走吧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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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他们走 师父 快 师父 带他们走 师父 快 师父 快走吧 快走 快走 张俊宝 火狼 吃别类大师 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原来是十乐国师 真想不到 国师也来凑这团热闹 不敢当 老夫已经退隐山野 本想过咸云野鹤的安静日子 可是没想到烦恼还是会找上门来 国师果然品味清高 听闻十乐国师不肯遵从博言丞相的指令 去剿灭武当山 宁愿自废武功 以民心志 在下佩服 老夫只是废人一个 不值一提 请问大师今天的来意 把张俊宝宫交出来 推下 十乐国师 多多保罕 请书 小徒无礼 看来 我今天要是不把人交出来 你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封闻十乐国师精识武功 在下我早就想导教几招 可惜如今这情况 在下岂能以强凌弱 不过 十乐虽然武功全师 但武学造语仍在 动口不动手总还可以吧 今天还请十乐国师不吝赐教 既然是这样 老夫只能是尽力而为了 爽快 在下献向十乐国师道谢了 国师请注意 在下要出招了 烈火藏云 烈火藏人 掩月成林 腾红出世 腾红灌日 摘星换斗 高山流水 化开 放将刀海 星光浮温 云段清零 汗眉土蕊 狂风全力 夜地流连 北阵四方 出兴问九 封卖残空 屏花落叶 还是大师即搞一招 老夫输了 刚才大师那一招 已经可以置我于死地 屏花落叶 已经是救不了了 屏花落叶 老夫输了 不用担心了 我看十乐前辈一定有办法对付极壁烈的 他老人家吉人天相 必能逢凶化吉的 但愿如此 石勒前辈一番苦心 我们一定要记在心上 肚子又饿又累的 咱们应该找个地方吃吃饭吧 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咱们已经来到苏州境内了 却没有发现有天堂的感觉 对了 我们一事无成 现在该怎么办 院长 如果现在给你一座金山 你会怎么样 给我一座金山 我会组织一个军队 东山再起平定天相 好 这才有霸主本色 刘先生 你好像说的胸有成竹的样子 说来听听吧 你们两个别急 既然我们来到了苏州 我们什么事情都不用愁了 怎么不用愁 对啊 你们忘了 大财主沈万三就在苏州 我们这次可是故地重游啊 你又不是不了解沈万三这个人 他斤斤计较 斤打细算 我们如今落难 他会帮我们财贵呢 没错 沈万三是生意人 不过这次我们跟他谈生意 谈买卖啊 我们跟他谈买卖 我们一文不值 怎么跟他谈 对啊 谁说我们一文不值啊 只要你们俩按照我说的话去做 我绝对叫沈万三仗义出财 打破贱囊 你不是开玩笑吧 怎么做 我哪里开玩笑啊 我们的本钱就是你啊 我 对啊 只要你能赢得沈小姐的封信 沈万三那些家财 不全都是你的吗 哎 博文 你这可是侮辱我朱元璋了 对啊 这句话说得太不妥当了 两位兄弟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你们别误会啊 哎 你跟沈姑娘的姻缘是天注定的 我只不过是借力实力而已 我和沈姑娘的确是情投意合 不过 不过你要我利用和沈姑娘的感情 成就自己的未来 我不同意 对啊 大哥 我站在你这边 哎 哎 哎 走啊 去哪儿 你不是想着沈姑娘吗 我们现在就去沈家庄 沈家庄 来 走吧 问连根 有思多少 连心之为谁苦 双花麦麦 娇相相 只是旧家儿女 哦 又涌起袁浩问的词来了 问连心之为谁苦 大小姐 我知道你又在挂念朱元璋公子了 不如啊 我们偷偷的溜出去 到郭子星的大营里边去找他好吗 你胡说什么 要是让我爹听见 小心他扒了你的皮啊 哎 真是好心美好抱 来呢 想给大小姐姐姐妹儿的 结果呢 却招来了一顿好骂 让我看看 真好看 真好看 也好 去吧 好 我去了 先生 这里请 好 小姐 先生 请坐 好好好 请问小姐 您是厕姿问卦 还是排八字算流年呢 请先生排排八字 看看我的运输如何 好 其实单看小姐面相 一只小姐门第清高 在娘家发娘家 到了婆家发婆家 良缘家序 唾手可得 将来的事还都不知道 可现在 已叫人烦恼得紧 小姐 你心里是在为朱公子担忧吧 你是 请叔在下多多得罪 在下刘伯温 是朱公子派来的 朱公子 朱将军还好吧 请盛大小姐以后 不要再加他朱将军了 朱公子 早就和郭子兴恩断一绝 此季 正是前路茫茫啊 怎么会这样的 说起来就话长了 不过 此事已成过去 如今朱公子 是宠辱皆忘 唯一 令朱公子放心不下的 只有小姐 对他的知语知恩呢 小姐不何尝也是这样 时时想念着他呢 多嘴 沈大小姐 不瞒你说 由于郭子兴 讲乏不明 是非不分 朱公子一怒之下 离开郭大营 正欲重整旗鼓 自立门户 可惜的是 千头万绪 不知从何着手啊 万事开头难 只要有心 一定可以心想事成 我也想替朱公子略进绵薄之力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沈姑娘 此事无需沈姑娘为难 只需要沈姑娘 能依我所言去做 其余的事我们自有安排 老爷 外面有两个年轻人求见 是什么人哪 他们叫朱元璋张张军宝 又是这两个穷小子 登门求见 不是借钱 还有什么事啊 不借 是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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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什么事啊 大惊小怪的 小姐突患重病 起不了床了 荣儿 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荣儿 你可别吓着你老爹啊 爹 女儿可能不能再孝敬爹爹了 哎呀 你怎么这么说啊 荣儿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告诉我 我想也许是爹 以前欠了人家 如今他们来讨债了 哎 我有的是钱 只有别人欠我的钱 哪有我欠别人的债呢 但是女儿昨天晚上 梦见土地公公 将女儿大骂一顿 她说 我们沈家欠债不还 又说 因为沈大财主石韵高 暂时不能找她麻烦 就只有找她的女儿来偿还 她说着 就用拐杖敲女儿的头 结果 到醒来之后 就头痛不止 像要裂开一样 啊 有这样的事啊 女儿 可能命不久矣了 不过 能带爹你偿还来生债 也是女儿 尽孝的好机会啊 大小姐啊 女儿 女儿啊 是不是你爹做了什么孽啊 老爷 我记得原来有个叫朱元璋的 在黄泉寺里面救过小姐 然后还成了朝廷的侵犯 说了不少的磨难 也不知道她现在到哪去了 否则应该好好地报答人家 也许小姐的病就能好起来了 对 对 室友哥叫朱元璋 刚才还来找过我呢 西娇 我估计她还没走远 快 把她找回来 是是是 女儿 女儿 头疼啊 去把她找回来 老爷 朱公子和张公子都来了 这位是给小姐看病的刘大夫 神老爷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我们又见面了 大驾光临 欢迎欢迎 神老爷 这次我们途经苏州顺便来看您 我知道 你们来找我一定是手头不便 没关系 你们要借多少钱尽管直说 神老爷你误会了 误会 神老爷 这次我们来见你只是尽尽朋友情谊 见完您之后我们就得走了 告辞了 怎么那么快就走 老爷 你把他们得罪了 是吗 这位 在下刘伯温见过神老爷 他是给小姐看病的大夫 他也会看风水的 哦 先生还会看风水啊 神老爷 令千金的病病得不轻啊 哎 先生有何高见呢 最近令千金得了场怪病 一在下所见 那是今年犯了太岁 而且七煞缠身所致 请教先生有何解救之法呀 看贵府的风水 的确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 可是 哎 先生怎么样 是吗 钱赚得越多 欠的来生债也就越多 这富上表面上富丽堂皇 近日 却有阴人来讨债啊 对对对对对啊 哎呀 先生您可真是高人哪 哎 沈老爷 看你面容红光满面 按道理 英人不会前来讨你的债啊 是啊是啊 现在找我女儿来为难了 哎呀 对 你女儿一定犯了三娘煞 三娘煞 嗯 带子龟中的女儿 一旦犯了三娘煞 恐怕她的生命就有危险了 哎呀 这 快快救救小女啊 哎 难哪 难哪 先生啊 在我沈万三眼中 没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 你要多少钱尽管开口 来来来 我这儿有的是银票啊 沈老爷 钱当然要花 但是这次前来讨债的 妓怨太深 再加上三娘煞 她惊动了神灵 所以 那就难上加难了 惊动了神灵 哎呀 大师啊 你无论如何得救小女啊 这 我一定重金相仇 来来来 拿着啊 好 沈老爷 既然你那么有诚意 那我就放胆一试 现在借救大小姐的方法只有一个 哦 什么方法 那就是 要沈老爷马上去找两个有十灵神八字的有阳刚知气的男子住在府中 以增阳气 再有在下施法 并告上天求情便可有救 这 我到哪去找这十灵神八字的阳刚男子啊 这 请请请请请 好 这个小客厅呢 有三间客房 你们就一人住一间吧 你们有什么需要的可随时来找我 哦 还有老爷吩咐过 西乡那边是女眷住所 外人是不可以到那里去的 你们要记住了啊 好 那我就先告辞 好 慢走 不碍事 能住进来已经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了 我真不知道我们这次来沈家庄是对还是错 袁章兄 你太多虑了 大哥 我相信沈姑娘也一样想念你啊 这个陈老爷也真是的 连壶水都没有 我肚子也饿了 哎 俊宝啊 麻烦你到街上帮我买点吃的喝的回来好吗 我 哦 谢谢你 我去了 袁章啊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觉得我的动机不够单纯 利用了沈姑娘是不是 不